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兒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下跌 上昇綜合指數收報3244點 跌16點 深淨成分指數收報11039點 跌58點 湖山山脈指數收報3967點 跌12點 創意板指數收報2228點 跌不及1點 看看港股 見到恒指最終美市倒升上來 蜜收市升61點 收報19246點 國企指數收報6613點 升25點 科技指數收報4373點 跌不足1點 大市總成交全有850億左右 和大家看看焦點辦法和股份 首先看電動車股 今天比較弱點 見到理想公佈第二季的業績 季內交付兩按年大升兩倍左右 創出了86533萬新高 帶動次季收入按年競升超過兩倍 挨近2.3倍 去到286.5億元人民幣 公司更加成功扭規 錄得27.3億元經調整的淨利潤 雖然業績強勁 但理想對第三季的交付量預測 僅僅大概13萬部被指偏向保守 理想今天的股價要跌下來 見到收市跌5.5% 收報167.7% 至於比亞迪被大和唱好 認為7月新能源汽車銷售量 按年升到6成1 達到26萬架 發表了報告 重新比亞迪買入評級 目標價是346元 認為公司憑著強大的 新能源汽車生產技術 在海外市場的滲透 將會成長為未來的全球OEM廠商 見到比亞迪全日微跌0.2% 全日收報259元 至於未來和小鵬同樣跌 未來收市跌2.6% 至於小鵬跌3.6% 看看生科股 見到生科股今天反彈 收復前兩天的跌幅 見到順達生物 在2023年的第二季度 公司共有8款產品 實現商業化取得總產品 收入近14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超過3成半 營銷產出和效率持續提升 公司指主要的得益是 因為產品組合整體銷量持續擴大 包括達伯書強勁的銷售表現 二季度疫情對於銷售活動的影響 已經消散了 見到順達 全日要升1成2 全日收報32.2 至於康熙樂 今天股價都大膽 見到他和阿斯利康 會不會就產品供應簽訂框架的協議 康熙樂 全日升超過1成半 至於其他的生科股 好像是655 全日要升超過1成6 至於中生製藥 少一點升3%左右 三葉草2197 全日要升超過4% 至於3692 全日要升3.8%左右 另外看看個別的股份 首先看看歐書單 看到歐書單 今早早開始之前已經停牌 藍牙以待發布一則 有關公司內幕消息公告 根據彭博引透消息指出 大股東兼主席 計劃出價每股大約35元 將公司私有化 交停牌前25.5元 日價超過3成7 對應股值大約65億美元 根據港交所權益披露 大股東持有 歐書單達到7成3 再股權 據悉 它已經在為計劃盈議中 收購籌集資金 如果決定繼續推進 將會在幾天內 決定交不交易 與此同時 消息人士透露 公司將會視乎市場情況 考慮2024年 在歐洲重新上市 另外再看一隻碧桂園 碧桂園 碧桂園已經是五年跌 今天還未止跌 看到外電報道 碧桂園廟市 碧桂園明布 近期銷售額 與在融資環境持續惡化 叠加各類資金監獄影響 公司帳面可動用的資金持續減少 出現了階段性流動壓力 公司目前仍然在積極優化資金安排 勞力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碧桂園表示 2022年交付房屋數量總獲接近70萬套 公司預計今年還要交付70萬套房屋 上半年已經順利完成27.8萬套交付任務 交付量繼續穩居行業的第一 而且不存在數其未交付的情況 公司表示自2021年以來 行業持續低迷 公司一直堅守 但難言有曙光 碧桂園全日跌1.8% 收報1.11元 最後是1052元 月秀交通基建公佈 接到2023年6月30日 中期順利4.3億元人民幣 按年升4.5元 每股基本盈利0.2553元 派中期息15港仙 按年升5成 期內收入大概19.35億元 升2成左右 除所得稅前盈利8.31億元 升3成4左右 見到1052元 全日微跌0.2% 全日收報4.12元 這環節相片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